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型之作 人生海海 人间信 再度攀登文学高峰 大年的阅读让我内心变得安静 变得宽广 本期读书 邀请作家麦佳 在这个夏天和您一起打开一本书 乘凉 这不是林海学员吗 这是林海学员 这就是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 让我心里装下世界的一本书 麦田里的守望者 对 这也是 这是开启您的文学写作的一本书 对吗 对 小剑分叉的花园也是 这三本书真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这本书就是我在贫困的乡村 让我见识世界 让我对世界装下向往自新的一本书 没有这本书 我都不知道外面有个世界 我以为世界就是文成州 就是看着这本书 对你自己人生有一个特别宽广的一个期待 这本书呢 这本书我刚才跟你说了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孤独 然后被同伴抛弃 因为家庭原因被同伴抛弃以后 我内心很孤独 我一直在写日记 把日记当这个朋友 然后有一天我看了这本书以后 这本书它其实是 一个少年 一种情绪的一种流露 带着一种日记体的写法 我想小说可以这样写 我干嘛不写小说 就是这样 就开启了 我就开始写小说 开始写小说 就他给我写小说 信心和勇气的这本书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三菱格 很像一样我 是不是 一样 三菱格 有人 足处 一个 我 隔 g 感谢观看 您是觉得阅读有那么重要 那么有价值 那么有意思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 卖家理想股吗 话说两头 首先你刚才谈到了 我对阅读有一种依赖 那种依赖也是 我觉得是血液你的 我有今天 我觉得这是阅读 虽然我是个写作者 但我首先是个阅读者 是我大念的阅读之后 我才遇到了 就是真正的 契合我的一些文学作品 然后让我变成一个作家 其实按您的年龄 在您小的时候 应该没有什么书可读 没书 真的没书 我第一次读书 而且在农村 更是无书可读 我最早读的书已经到了初一了 而且是从垃圾堆里捡了一本书 云海学院 我也多次跟人说过 因为看了那本书 我就是心里装下了世界 在我读那本书之前 虽然我已经开始读初一了 但那种功课 它根本不打开你内心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 可能都跟我们村庄的人一样的生活 可以说是就是深层的 没有什么生活 但就那本书告诉了我 这个世界外面有一些人 和我们过着完全不延伸 他也是点念了我 对那外部世界的一种向往之心 从那以后我确实和阅读 接下来看不解之缘 我觉得我今天 完全是在阅读和写作塑造了我 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阅读 大年的阅读 让我内心变得安静 变得宽广 当然我的阅读 开始主要是文学 所以我特别相信 文学书对人的一些滋润作用 这是画的一头 然后到另外一头我就说 我11年 我父亲去世这个事件之后 我就一边守着您 一边给父亲送终 一边给我自己的稿子送终 就是那种感觉就写到 让自己吐 所以我那时候真是发誓 我说我不想写 那你不写住你干嘛 读书 大量的时间 是不是 所以我想建一个理想 那时候你也知道 文学给了我很多 真是给了我很多名和利 实实在着的利 我一直内心是一个很低调 甚至低调的自卑的人 我觉得我不配得到那么多 所以包括后来 就是做这个卖家陪你读书 做这个项目也都是出于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考虑 同样的考虑 因为我这个理想空间确实有限 就来的人多了以后 就是根本无法来读书 然后有人就建议 现在他说都是功耗时代 他说你干嘛不把这些书 就是拿到线上建一个平台 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说 把理想谷搬到线上去 我就给自己也是立了个志向 我说我不能陪你太多 我可以拿出二十年时间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五好几了 我说我用二十年时间来陪你 读一千本书 我觉得这一千本书 完全是我读过的 我自己觉得 可能对一般的普通的文学读者是有 有必要去学习 有必要可以去分享 我想一个星期我陪你读一本 一年都五十本 二十年都一千本 所有的书都是您自己选的吗 对 书单几乎全部是我订的 书单都是您订的 对 而且都是我读过的 您是怎么带您家孩子读书的 我从来没带他们读 但是我觉得他们每天都看着我在读 他们自然就知道 就读书 不管是老大也好 老二也好 他们的阅读量都是非常大 甚至是太大了 他们都已经成了一个书宠了 父母自己不读书 孩子是你要培养他读书还是蛮难的 对 孩子特别容易磨绑 对 就他特别容易学一样 就从我身上他们证明的 每天在阅读 也可以说也今天到了这个年纪 还没放弃人生 还在成长 那我觉得就是阅读给我的利益 所以我也想拿出来一些跟我的读者一起分享 我在那边还看到有一些读者的留言 我发现这些留言都写得特别好 这一段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在老家屋内院内一般不种树 旷木成困 自打来到这里 死生可为他所困 只因拔月千山万水 也再难逢上这样一份幸福的囚禁 写得多好 他愿意为书所困 为这样的一个理想谷所困 是一份幸福的囚禁 非常好 其实内心很浪漫的一个人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里是被人爱的一个地方